好來介紹變形金剛傳承系列的彈簧 然後他是雷霆救援隊版本的配色 盒子正面長這樣就他三個型態的峰會直接 是三個型態嗎?反正就是有直升機跟變形的過程 側面長這樣背面長這樣就他是三變戰士 那因為這個雷霆救援隊是特殊配色所以他整個盒子是密封的 就並不會像之前的盒子那樣有一個窗口讓你可以去call他這樣 玩具本體是長這樣 那我之前是一直覺得說 經典版本的那個IDW造型的彈簧非常的帥 我一直覺得這個版本的彈簧比不上經典那個模具但 實際把玩之後就發現 其實也不差 其實這一隻表現的也不錯 尤其雷霆救援隊他的胸口標誌就 不是傳統的博派的標誌 我覺得這個標誌也是蠻有特色的 而且這個 這個版本的彈簧頭雕也是做得很帥 然後武器有兩把劍 就是眾所周知彈簧直升機型態的那個直升機的機翼會變 變成他的劍 然後還有一把大槍 然後這一把大槍也還可以再拆開成兩把小槍 是這樣 就非常簡單的組合 不過這個槍本身是一片塑膠灰 完全沒有任何上色 所以他整個會顯得很速很 很感覺他很沒有任何細節 就是 速到不行的一把大槍 人物除了臉長得很好看之外 該偷膠的地方他還是就 就 都很大方的偷給你看 只是 就至少他是裡面有刻一些形狀出來的偷膠 恩 好啦就還是偷膠 背後看這邊更是有點 噁心 唉 好啦 那可動度方面頭 這裡是一個小球關 可以上下 可以旋轉 那也可以 也可以這樣稍微的扭一下 手臂 側抬直抬得到這樣 會被肩膀這塊形狀卡住 然後 旋轉是沒有問題 可是這一次 我手上這一次我會覺得他 手臂這個轉動的關節比較偏鬆 是說也都還撐得住POSE就是了 有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手肘 只有一重關節 可以折這樣稍稍大於90度 拳頭本身是可以旋轉的 腰也可以轉 然後 他是不能轉一圈 會被後面這邊的造型卡到 不過 擺POSE也都夠用了 腿前踢 可以踢到這麼高 大於90度 然後 側踢 90度 有大腿的平面迴轉 然後 膝蓋 這裡 可以折大於90度 因為並行的關係他底下這裡還可以折 只是折底下這一節的話他 這一段類似骨架的造型就會露出來就比較不好看 基本上 還是折上面這一段為主啦 可是折上面這一段就又會變成他大推斷小退場 那擺起POSE又比較別扭 所以這一隻彈簧我在擺動作的時候就也是 老是會覺得擺起來有點別扭別扭的 然後另一點是他的 這個腳踝關節 可以前後 折 也有做接地 但是他的這個前後洞會感覺也是比較偏鬆 所以我這一隻在 就是 這樣擺著他很容易往後倒 非常容易往後倒 算是比較困擾的一點 就這一節太鬆了 好啦 畢竟他是三變戰士 他的變形我覺得也是蠻有意思的 那就來看他是怎麼變形吧 首先先變車子 比較簡單 就從後面 這塊面板翻出來 底下這片綠色翻出來 手臂直接放上來 拳頭去扣這裡 其實這邊我覺得他的拳頭變形算是比較偷懶 呃 但又好像也不能說他這樣子的做法有什麼錯 總之 就是 如此直接的扣上來 然後 呃 就是因為他這個有點偷懶的 設計啊 所以我會覺得在 我這一隻的右手 我會覺得他 這邊往上扣的時候比較沒辦法扣到一個很漂亮 就是這邊會有一個斜斜的縫 但左手這邊扣上來我就覺得是很順的會很剛剛好的 就也不曉得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這邊是 可以去接兩把劍變成螺旋槳的那個零件 先放旁邊 那拳頭這樣收折起來以後啊 他的胸口 這裡有一個卡扣可以把它解開 然後 背後這一片稍微放下來 綠色這邊也是有一個 卡榫扣在灰色這裡 也把它解開 這樣 這樣解開以後他手這個零件就可以拉下來 先往下放 然後來看他的頭要往後轉180度 再來 這一塊胸口這一塊就是會去包他的頭 他 單純這樣扣會被前面這邊頂到 所以他是 這個綠色零件往下折 這樣讓過以後就可以包進來 然後 剛剛忘了這兩片要往兩邊攤開 把他的頭藏進來 把他的頭藏進來 再把這一塊胸口往上翻 OK 然後 從這裡看 這一根灰色的 這個零件有點類似他脊椎骨的位置 把他往後 折 頂下去 好先這樣 這邊 手攤開這一堆零件 先往前稍微放著就好 來變他的腳 他的腳呢 就是直接 欸 等等 他 這裡 解開裡面有藏一個 小翅膀 這個小翅膀要先翻出來 再蓋回來 再蓋回來 好然後腳掌打直 再來去 折剛剛講的這一片 折過來 手如果會擋到就都先讓砍 OK 好那這個時候他的 腳 呃 腳後跟這一片 就會跟他綠色這裡 有一個缺口的形狀會剛好吻合 把它放進去這裡面 另一邊也是 這裡 剛好可以放進來這裡面 好兩腳結合 從底下這裡來看 去扣這裡的卡扣把他兩腳合併 好 這樣 稍微捏一下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放下來的時候啊 他的 這個 這個斜斜的卡扣會來扣他綠色這邊的凹槽 再來 裡面這裡還有一個方形的卡扣會來扣他腳尖這邊 喔啊 基本上如果剛剛有把那根灰色的基柱往後頂頂到他有卡的一聲固定住以後啊 這一片就是往下推 然後大力的給他扣下去就對了 喔一樣會卡的一聲固定住 只是我會覺得他有點像硬斤柱的感覺啊 就是 嗯 就是這樣 好 那再來 黑色這個 把它 黑色這個軸把他往前推 推到這裡這個卡扣是比較朝外露出來的 再把他的 手推進來去扣這個黑色的卡扣 然後這邊 這邊其實我覺得也是有點困擾就是 感覺他空間是用的很緊繃 好 好啦 雖然感覺好像用的有點緊繃但實際他又是扣的上去 好那我剛剛說我覺得這塊蓋子來扣他 後面這裡有點硬撐住就是 我老是會覺得 我這一隻變好以後他 會有一點微微的上翹 就是他整個會不是一條直線平的過來 他是會有一點微微的弧度的感覺 就不曉得是不是我的錯覺 但 呃 就是 應該不是錯覺吧 就是他的輪子在桌子上滾會是很卡色的就 就很無奈 但我應該也是沒有任何地方變錯才對 他的變形就是這樣 那車子型態我覺得最怪異的就是他的 四個輪子沒有在同一個寬度上 他是 前面的輪子比較寬然後後面的輪子比較窄 就一台車子而言我覺得這很 好掛 但好像G1玩具就是這樣所以他 好像也不能說他有哪邊做錯 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他的武器呢 是透過側面這邊的這個 來扣 槍這裡 就可以把他的劍跟槍全部收在一起 再來扣這個 扣環 再把他 扣在這邊 好就可以 變成有一個大砲 呃好因為這是直升機的螺旋槳所以他非常會轉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呃就是勉強把武器搭著啦 好啦來看他怎麼變直升機 啊變直升機基本上就是重新再調整一下他的 後面這邊 喔 基本上 從車子變直升機的重點就是再重新調整他的腿讓他整個包成直升機的屁股而已 我會覺得他 從車子變直升機算是比較沒意思吧 喔 總之就是 把他的腿在整個解開 要說是沒意思但他的變形步驟也是蠻多的 也不是直接隨隨便便就變得好的 那這邊兩腿解開比較麻煩是他這裡這個扣子 沒辦法直接左右一扯就扯開 所以我是朝這個方向捏 去把他上下分開這樣子的感覺 好 然後 手臂 也是要解開 調整他這個 軸的位置重新扣 不過這邊都不用去多 介意 喔這邊主要是先把他的 這裡綠色這片翻出來 然後 這個面板整個可以往外拉 再去把他轉180度 等於這一步整個就只是為了翻出這小片綠色零件而已 然後手臂蓋回來 就 這樣 好另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然後 這邊就是要稍微記一下要折一下手肘 他這邊 才會比較有空間可以去旋轉這一片 如果沒有轉的話他就是會東卡西卡折不過去 好 他的腿 先放回來 然後 從他的 大腿跟先轉180度 再來 底下這裡有這個灰色的 零件把他折下來 好等於把他整個髖關節往下放 再來 解開這一片 然後再去 解開這一片 解開這一片 那這裡往前放以後 他的 這個接地關節轉180度 把他的這個腳掌收進來這裡面 OK 就是這樣 這一片解開往後放 然後 連著他的腳掌這一片解開往前放 好是這樣子的邏輯 然後腳掌這裡 旋轉這個灰色的關節 轉一圈放過來 來 好然後 呃 基本上 這樣轉轉轉就變成直升機的尾巴了 好那這裡就是 去結合一下兩腿中間的卡扣 這邊 結合一下 變成直升機的 垂直尾翼 這兩片灰色的零件 之類的 那這兩片灰色零件中間其實也是有卡扣啦 只是這個卡扣我覺得他做得太淺了 所以變成有點難捏合 這邊捏合 捏合 好那這一片一樣 讓原地給他放回來扣上 然後 這邊我就覺得比較難扣 因為他這個腳掌是會動的 然後 然後他這樣由上往下施力就 很難扣 很難對到他該扣的地方 那他就變成這個斜斜的卡扣是來扣側面這邊這個洞 然後這裡 就變成扣 腳後跟這邊的 洞 好啦就先這樣放著吧 基本上就是這樣扣著 然後手臂呢 本來剛剛是 剛剛是這樣子 往前延伸 然後去結合 那直升機型態就變成要 把黑色這個零件往後放 去折 然後變成他 來扣腿內 呃 腿 腿部這一塊 這裡有一個卡扣來扣剛剛手臂 側面這個洞 等於是把他手臂的位置也往後調整就對了 ok 這邊 一边 OK 然後就是靠他的劍來湊出直升機的無權槳 好 這樣變形就完成了 這個基本上跟車子的差別就是伸出了這塊算是小翅膀的造型 然後還有後面屁股這邊整個縮窄變長 可是他的輪子其實都還是掛在這裡 我也覺得他的直升機型態表現就又比車型態還要再更差一點點 就是如果沒有這個靠武器拼出來的螺旋槳 你根本不會覺得這一坨東西是一個直升機的 槍也可以透過這裡的卡扣去接 變成這樣 這樣感覺會更好一點 就至少他是一個有武裝的直升機 螺旋槳的滾動性也不差 非常優秀 官方玩具這一點還是要做到的 OK 好啦 那 呃 呃 就 呃 好啦 其實就是講真的 我還是覺得他還是比不過經典IDW造型的那個三變彈簧 但是 他現在 呃 台南有在特價 特價那個價格 就是有在封面上 細心的觀眾應該都看得到 真香啊 特價入手我覺得還是很OK的 就是雖然我對直升機型態有點抱怨 可是 他這個螺旋槳滾動性非常優秀 那就我沒話講了 這樣 只要會這樣轉他就是直升機了嘛 還能有什麼話講 特價入手還是很香啦 OK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